这场表演发生了意外 被锁住双手双脚的女子掉入了水箱 她要在60秒之内逃离水箱 一旦潮湿 头顶 整巷的食人鱼就会投入水箱 把它撕成碎片 女子迅速地解开手上的铁链 但脚上的铁链却被死死地卡住 女子敲着水箱 向观众求救 大家都急了 一名男子用工具猛砸玻璃 水箱却完好无损 在最后时刻 女子猛拉脚链 终于挣脱 女子浮出水面 但还是晚了一步 头顶整箱的食人鱼倾泻而下 女子被砸进水箱 瞬间水箱被染成了红色 就在所有人担心之时 女子湿淋淋地出现在观众群里 原来啊 这是一场逃生魔术表演 女子叫小美 是一名逃脱魔术师 在另一座城市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男子随便把陌生女子揽入怀中 女子竟然不反抗 而旁边女子老公竟然还在傻笑 她叫老茂 是顶级催眠魔术师 她把女子封印在原地 并拿出美刀 你能拿到就是你的 但女子怎么努力拿就是拿不到 老茂又封印住女子说话的能力 女子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老茂开始把玩女子的老公 她竟然猜到 女子老公脑中的一个名字 竟然是女子的妹妹 老茂开始接老底 原来你出差不是为了公事 而是去找你媳妇的妹妹 果然老茂猜对了 老茂以小姨子为妖心 讹了男子两百美元 然后老茂一个响指 女子忘记了刚才的一切 在邮轮上 一名男子大喊 谁能识破我的魔术 我就给他一百美元 他是一名神偷魔术师 他拿出一把勺子 深圳要用意念 把勺子折弯 在场的人都不相信 然而奇迹出现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勺子发上了弯曲 众人纷纷鼓掌 这时 一名眼睛男走了过来 在神偷的兜里面 拿出一个饼勺 原来是两把勺子 神偷魔术被揭穿了 很尴尬 他就把一百美元 给了眼睛男 神偷迅速离开 但眼睛男却发现 自己钱包不见了 而神偷已经消失在人群中 夜深十一点 在芝加哥广场 长毛在表演指派 他是一名顶级扑克牌魔术师 他翻动扑克 让眼前女子随便记住一张牌 下一秒 扑克牌扔向了空中 方块7 赫然出现在大楼上 没错 女子想的就是这张牌 她怎么可能同时控制 那么多住户家的灯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四名顶级魔术师表演完后 都收到一名神秘男子 发来的塔罗牌 他们按照卡片的位置 聚集在了一起 他们来到一间上锁的屋子 神偷翘锁进入房间 小美捡起地上的玫瑰 放入花瓶 花瓶里的水 竟然流入到地上的凹槽 凹槽被注满了水 白雾四体 老帽扭动灯泡 机关被开启 原来是一个全息影像 四人都被眼前一幕震惊了 影像展现的是精妙的魔术蓝图 四人看得如痴如醉 那么是谁 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又想做什么呢 一年后的拉斯维加斯 四人组成了四骑士魔术团 一场盛大的魔术盛宴 即将开场 这场精心准备的魔术 注定轰动全球 他们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抢劫一家真实存在的银行 他们向观众随机人求 选中了一名幸运的法国人 这就意味着 四骑士要在拉斯维加斯 抢劫地球另一边的法国银行 这怎么可能实现 观众们都很期待 他们给法国人戴上 穿越时空的头盔 从长毛手中抽取一张扑克牌 并签上大名 小美变出空中飞舞的蓝色绸缎 绸带散落 突然出现了一扇任意门 法国人走上任意门 按下按钮 法国人瞬间消失 观众惊呼之时 法国人出现在大屏幕上 他竟然真的出现在 法国银行的金库里面 眼前堆成小筛一样的钞票 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长毛让他把当晚的入场卷 和签名的扑克牌 一同放进钞票堆里面 他按下头盔的按钮 瞬间一阵龙选风 把钞票卷进了通风口 另一边 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空 下起了钞票鱼 现场十分壮观 观众为之沸腾 另一边 法国银行工作人员 打开金库 里面的三百万欧元 不翼而飞 只留下那张签名的扑克牌 和入场卷 银行失窃 惊动FBI 四骑士被当作犯罪嫌疑人 带回警局 这四人 没一个闪油灯 小美在隔空转椅子 老茂催眠了好几个 审讯她的警察 神头和长毛 则在睡大觉和变手铐 由于现场几万人 都是他们不在场 证明的人证 警方的绿巨人警官 只能放人 而那个法国人 早就被老茂催眠 他一无所知 这时 案件迎来春天 在当晚表演的观众台里面 一名魔术揭秘师 用摄像机 录下了当晚的整个过程 在某处 一男子端起一杯水 轻轻摇晃水杯 瞬间变成一杯红酒 男子打开手掌 原来他手心里 藏着红色染料 他不是魔术师 而是所有魔术师 都痛恨的 魔术揭秘师 他叫老黑 嫌魔术赚钱太慢 就做起了魔术揭秘 绿巨人警官 为了破案 找到了老黑 老黑带领绿巨人 回到表演场地 揭秘四骑士 如何 隔空抢银行 他让负责破案的绿巨人 戴上头盔 站上任意门 按下按钮 绿巨人掉进了金库 原来啊 四骑士在舞台的下方 还原了一个 巴黎银行金库 四骑士又在抽签上 做了手脚 法国人顺理成章 变成幸运儿 提前搞到他的签名 至于巴黎银行的钱 是怎么消失的 原来啊 四骑士躲在运钞车车底下 催眠了运钞车司机 用魔术火纸 替换了真钞 里面还有带着签字的 纸牌和入成券 然后工作人员 打开金库 触发机关 火纸开始自己燃烧 钱消失的一干二净 没有留下任何作案痕迹 这一切都是老黑的推测 并没有证据 想揭晓答案 只能等四骑士再次表演 第二场更加震撼的表演开始 催眠大事老帽 让所有观众 在信封上 写下银行卡的余额 然后放在额头上 他们的投资人 大老板亚瑟 也被请上了舞台 毕竟是大老板嘛 信封也格外的大 他的银行余额 有1.4亿美金之多 接着 老帽让观众用手电照亮信封 很快 观众发现自己信封上的数字 凭空多了几倍 而亚瑟的信封数字 僵硬的减少了 这时 观众的手机 通通收到银行发来的短信 自己的银行卡余额都已经上涨 此时亚瑟慌了 他知道 四骑士的魔术都是来真的 原来 在场的所有观众 都投了亚瑟的保险公司 在出事以后 被亚瑟的律师团伙 利用法律控制 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金 这场魔术的真正目的 就是为了让亚瑟 得到应有的惩罚 四骑士华丽退场 绿巨人冲上舞台抓人 却被观众 迭罗汉一样的扑倒 原来在表演前 老帽就催眠了几名观众 听到特殊话语 就会冲上舞台 动弹不了的绿巨人 只能看着四骑士 逃之遥遥 绿巨人发现 自己的手机 被四骑士监听 难怪自己每次行动 都被四骑士提前不好献击 绿巨人决定将计就计 找到四骑士的藏身之所 四骑士发现暴露了 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留下神偷烧毁证据 此时绿巨人已经赶到 神偷一顿魔术操作之后 顺走绿巨人的手铐 把他靠在椅子上 拿起对讲机 把增援部队骗到了别处 找准机会 跳进垃圾通道 逃到马路上 他抢过一辆汽车 逃走了 绿巨人和警方穷追不舍 高架桥上 神偷为了躲避公交车翻了车 车翻了几圈之后 一声爆炸声 神偷葬身无海 警察根据现场发现的纸上信息 确定了四骑士下个目标 仓库里装有五亿现金的保险库 绿巨人带人赶到仓库 打开门 发现早已空空如也 原来一名探员已经催眠 绿巨人立刻带人拦截了运输车 但是他没有让卡车网回开 而是准备放长线 钓大鱼 结果到达目的地后 出现的竟然是老黑 绿巨人认定老黑就是四骑士的帮凶 老黑却镇定地 让绿巨人先打开保险箱看看 密码锁被轻易扭了下来 扯出来一串彩器 保险箱里根本就没有钱 而是塞满了魔术气球 警方再一次被耍弄 原来这一切都是四骑士部的局 其实保险箱根本就没被运走 而是用了障眼法 在仓库里放了一面巨大的镜子 把保险箱隐藏在镜子后面 等所有警察一走 打碎镜子 强行破门 拿钱走人 那拿钱的人又是谁呢 他就是神偷 原来发生车祸时 他根本就没有死 乔商四骑士利用障眼法 操控另一台相同的车爆炸 而车里的 只是一具偷来的死尸而已 画面一转 一栋高档鞋子楼周围 出现了耀眼的灯光 三个骑士准备在楼顶 完成最后一场表演 警察带人准备抓捕 抓到的却是三具假人 而真的骑士出现在了隔壁楼顶 他们纵身一跃 幻化成漫天的钞票 一场完美的谢幕 绿巨人发现漫天飞舞的钞票 竟然都是印着 四骑士头像的假钞 那武艺真钞又在哪里呢 此时老黑想走 他拿出车钥匙 按下开锁键 车门全部弹开 钞票散落一地 警察也正好赶过来 毫无疑问 老黑成了替罪羊 监狱里 绿巨人询问老黑 老黑死活不认罪 从头到尾的分析案情 突然 他似乎明白过来 原本站在牢房里的绿巨人 却站在了牢房外 原来 绿巨人就是召集四骑士的神秘人 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想当初 绿巨人的父亲也是一名魔术师 被老黑揭穿了所有的魔术原理 为了养家糊口 铤而走险 开发新的逃生魔术 却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性命 巴黎银行 富文亚瑟 老黑 都是导致绿巨人父亲死亡的始作俑者 所以 他精心设计了三场魔术表演 让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游乐场里 四骑士聚集在一起 他们的领导者绿巨人 也终于露出真柔 他通知四骑士通过了考验 正式成为魔术组织 正义之眼的成员 正义之眼 起源于古埃及 成员都是劫富济贫的英雄 而四骑士的加入 势必会掀起一场 正义风暴 本篇叫今天魔道团 本期由伯乐的弟弟 伯雅解说 本期问题 大家最喜欢的魔术是什么呢 发到论区哦 伯乐记得 以前给大家解说过魔术表演 魔术师在水上行走 还有悬浮在公交车外面的魔术 感觉有些魔术呢 就跟魔法一样整齐 我觉得魔术啊 还是不介密的好 当人们知道真相后 总有种被玩弄的感觉 今天魔道团很好看 之后我们会解除它的第二步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最近播放两滴 铁粉记得强烈点赞 喜欢魔术视频的 点关注订阅 点赞评论收藏转发哦 尤其是铁粉 点点收藏转发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